OK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Ronson 今天那其实就是因为 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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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就大概是去年的时间了 我的那个最后一集的那个 tutorial讲到什么 Remove background noise的那集啦 然后后面我就有讲到是 要来教大家如何 从你的那个video file里面 speed in the audio file出来 之后呢我拍了那个video 结果upload了我就忘记了有这种事情 前几天就有一个人在那边 comment讲为什么你没有教啊孩子 那我就讲哦是哦 那我今天就来教大家啦所以 首先呢你先要有一个program 叫做sony vegas 你可以是13啊14啊都可以 just you need a sony vegas 之后呢你看到这边就 unfound open就你要的东西咯 我觉得你要speak audio出来的那个video啦 我就选我的intro啦 这是我没有用我的intro啦大概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种概念啦 之后呢你就看到你这样我如果我是要只是把这个delete掉 我按了这个呢按右键按delete的话 它是整个videodelete掉了 所以呢你就 先要做一个东西就是 先按着随便一个啦按着然后按u 按你keyboard的u然后你就看到看到有很明显的这边有一个 它本来是有一个深深的黄色的变在变浅了你看你又分成两个 你分下的时候你再按delete 它就可以单一delete掉 audio和 呃要delete掉你的那个video file 看来我是delete的audio啦如果 如果你们是要 speak audio出来的话你们就 直接delete掉这个video file 你就可以只是听到声音了 but if you close your eyes 就大概是这样啦 之后呢 你就 呃很简单的 普通的rendel的方法 double click highlight啊整个 呃那个audio file 然后按file render as 就你喜欢的名字之类的东西啦 然后你就 选啦你喜欢 放在哪里就会我一个专门的方式放那个 弄了的audio的 so 这边的话你要选的是 这个 wave 然后 你可以自己setting啦 不过我是set这个 78hz的 然后32bit之类的东西啦 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按rendel 就是那么简单 but if you close your eyes 你就只需要 哪一个video出来 然后按你keyboard上面的u 然后他就可以分开两个 然后你再delete掉你的video file 就是这样简单啦 所以 这一集的 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话就like share subscribe 记得帮忙 share然后还有记得要subscribe哦 如果你觉得 这个video很有用的话 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视频教学的系列啊 那边还有很多 如果你是新手的youtuber的话 你看的话 有力无害啦 所以呢如果啊 还有如果你上一集没有看过的话 你可以点 上面这边 你点上面这边你就会看到 一个 呃 类似i的东西啦 提示这样子的符号 所以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bye bye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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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